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軒 今天呢我要跟你們分享 平常我在台北的一天都是怎麼樣度過的 也會跟你們分享我平常都是怎麼樣挑選 適合工作的咖啡廳 那其實我平常在台北還滿宅的 不斷的狂剪片 那平常出去一次我會拍很多東西 然後就回來台北狂剪狂剪 我現在片量超多都還沒有剪完 我之前五月去環島的影片 有一些也還沒有剪完 因為有新的東西要拍 我還滿常在家剪片的啦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在家就會很容易耍廢 所以適時的換一個環境 就我來講工作效率會提升滿多的 那我本身呢非常喜歡搜尋一些 很適合工作的咖啡廳 然後就去開發那些咖啡廳這樣子 但是因為畢竟台北的咖啡廳物價滿貴的 所以我一個月可能偶爾去個兩三次三四次吧 那這支影片呢 我是跟StarFashion超級名模氣墊粉餅合作 就是這一個 然後順便跟你們分享我平常上妝的步驟 這個就是我平常上妝的保養品 其實都非常簡單 一個是無印良品的化妝水 碧爾泉 無印良品的乳液防曬 然後最後再上氣墊粉餅 第一次買的時候我是用它的綠色這個 它是涼感防曬 就夏天塗這個的話就是會很涼爽 那它綠色這個是臉跟身體都可以塗的 然後橘色這個它是可以當BB霜防曬如使用 它們不會很黏膩的感覺 就是還滿飽實的 好了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上粉底了 那其實我原本啊 之前都是用粉底一舉多 從來都沒有用過氣墊粉餅 那StarFashion這個氣墊粉餅呢 它本身是台灣的品牌 所以它也是會依照雅熱帶的天氣 去設計一個防汗抗油跟持久不脫妝的一個特性 本身是很適合台灣的天氣跟台灣女生的膚質 因為台灣的天氣比較悶熱比較潮濕 就有時候你出門流汗 可能會發生一些 妝容吐石流的狀態 好我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來看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美妝YouTuber 所以我不會很專業的跟你分析說 這個是什麼是什麼 就是純粹是用我這段時間使用的心得 然後來跟你們分享 然後它裡面呢就是長這樣子 打開來 它是長這樣 按壓 然後就直接開始 可以開始上妝了 那它也是主打在30度以上可以抗旱 它有一個淡淡的 那因為我用了這個 大概用了兩三個禮拜左右吧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粉底液嘛 然後這段時間呢 算是我第一次使用氣墊粉餅 所以我自己這段時間使用下來的心得 我會覺得妝感不會那麼重 比較自然一點 是比較適合一般上班族 或者是一般學生去上課 平日出門 或是去旅遊 所擦的一個化妝品 喔然後還有一個點 因為它畢竟是粉餅 所以它有時候可能你塗到下巴 如果你沒有推均勻的話 會有點粉卡在這邊 我有一兩次就很尷尬 就是粉就卡在這邊 所以化完妝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就是下巴這個部分 你要把它再推勻 好了 現在是我擦完 氣墊粉餅的樣子 是覺得氣色有變好 但是好像又感覺不出來 我有化妝的那種感覺 這陣子使用下來 我自己還滿滿意的 是因為它不會有那種 妝感很厚的那種感覺 還滿服貼 滿自然的 好那接下來我要完妝一下 好了 上完全妝了 接下來今天的行程 就是我會去尋找一間 我之前都沒有去過咖啡廳 然後在那邊工作 接下來我會去跑步 去運動 今天一整天我都不會補妝 然後回到家之後再給你們看一下 我臉上的妝容 最後變得如何 好 那我們就 出門吧 我這次選的咖啡廳 是在松江南京這裡 其實我很少在開發 附近這一帶的咖啡廳 那我這次找到這間咖啡廳 叫做旅途咖啡 網路上評價感覺還不錯 以照片來看啊 它的氛圍氣氛都滿適合工作的 看到了在這裡 它在一個超級隱密的地方欸 就是整個騎樓 然後旁邊鐵門都拉下來 然後是這個樓梯上去 每個人第一下要一杯飲品 這個是他們剛一來招待的 人泡茶 那平常呢我在挑選咖啡廳的時候 我想要的條件其實沒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一定一定要有插座 因為我去咖啡廳工作是一定需要電腦的 那電腦剪片又是蠻好點的 所以一定要有茶座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就是 我一定會避開網美打卡的咖啡廳 因為通常那種網美的咖啡廳 他們就會特別的吵雜 就是大家來這間咖啡廳 是為了聊天喝下午茶的 會比較不適合工作 因為今天是假日啦 所以今天假日下午的時間 又有一些聊天的聲音 但其實整體來講的氛圍是舒服的 就不會有那種很多少女啊 在那邊狂拍照的那種感覺 感覺大家來都是來看書 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 我覺得反而餐點好不好吃 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推一下就是這邊的甜點還蠻好吃的 所以我點那個抹茶提拉米蘇 吃下去酒味超重 就很爽的那種感覺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現在的服框 因為今天天氣蠻熱的 今天外面是大太陽 然後剛剛在外面有流下汗 但是其實整體的服框來講 我覺得就是還是一樣依然服貼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在這個咖啡廳工作一下 就去松山運動中心那邊跑步 流汗之後再拍給大家 就是我的皮膚變怎麼樣 好 我們來吃臭臭鍋 他是吃麻辣鴨血 我是吃大腸臭臭鍋 好久沒有吃臭臭鍋了 然後每次來IKIYA都覺得什麼東西都要買 好了我們剛剛逛完IKIYA 然後現在已經10點了 我們剛剛逛超級IKIYA太好逛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就來到了小巨蛋跑步 準備夜跑 距離我上次跑步好像是半年前吧 好像是爬嘉明湖之前 然後有跑步給兩次 半年才有一次會出現在松山運動中心 我們剛剛跑完步 然後小巨蛋就湧入一堆人 來看郭富城的演唱會 所以就是現在 對面充滿的人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平常在台北的一天 那我今天原本其實只是打算去咖啡廳跟去跑步 但是因為我今天的行程是跟小秘書一起嘛 然後小秘書他說他想要去IKIYA逛 然後就被他逛 然後逛完之後我們才去跑步 然後所以就是後來時間完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直接回來小秘書的家 所以我現在這個背景是在小秘書的家的客廳 因為其實說真的台北的咖啡廳真的還蠻貴的 就是你去一次可能就要花個300塊 我不會那麼長去啊 就是偶爾去一次 一方面是他的環境是真的會讓我的工作效率有提升 而且有時候我會覺得都花這筆錢了 所以就應該要更好好把握 今天這個時間好好把工作做完 就是跟你付不費去健身房的概念是一樣的 好的那我今天一整天呢除了口紅以外 其他部分都沒有進行補妝的動作 然後現在就直接給大家看我現在的膚況 那我自從開始使用這個氣墊粉餅之後 我原本在使用的粉底液 是只有在比較正式的場合 像婚禮或是除夕一些重要的活動才會拿出來用 然後像氣墊粉餅呢 我覺得它本身因為看起來就是很自然 而且甚至是很像裸妝的感覺 所以我平常如果只是在台北 一般只是出門想要去咖啡廳撿個片 不想要化太濃太厚的妝 我就會使用這個氣墊粉餅 然後我個人覺得如果是一般的戶外運動或是旅行的話 我覺得這個氣墊粉餅也很適合 第一次用的時候我就有一點嚇到 因為它真的整體來講 就是完全沒有一個脫妝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走那種旅行輕便路線的話 我覺得這蠻適合 而且也可以不用頂著很濃厚的妝 但同時也可以拍美美的旅行照片 現在百貨公司的中年慶開始了 你可以去這些百貨公司的專櫃去實體的體驗 那現在有買一送一的活動 詳情日期跟資訊我都會放在影片的說明欄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 好啦 以上就是我平常在台北的一天 那其實我平常在台北就是蠻無聊的 就是這樣度過 就是一般來講我都是剪片啦 或是處理一些業務 運動的話是我最近想要開始實行的一個東西 如果有看過我第一次Vlog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就是我不想要讓我的生活充滿了剪片 所以我就會開始規劃運動啊 或是規劃跟朋友去 像IKEA逛逛也好 這是一個台北日常 好囉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幫我按一個大拇指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也可以按訂閱跟小鈴鐺 你也可以去追蹤的Instagram裡面 會分享很多我的旅遊日常跟生活日常 我是妮娟 下次再見 掰掰 再開啟動 阿蘋 感谢观看